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 我现在在四川产都那边 小周最近有一个想法 想欢迎那新车来开 最近上期大动斯科达不是出了一个新款明月婆罗吗 今天我打算去看一下这款车到底怎么样 走吧 现在我来到了成都温江这边一家斯科达4S专门店 去看一下明月婆罗这款车到底怎么样 一到店门口就看到一辆蓝色的斯科达明月婆罗 这个外观真的是好漂亮啊 好有设计感 光是看前脸和侧面就非常的运动 我们再看一下斯科达明月婆罗的类似 看看这个类似到底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这个类似 比之前的斯科达明月好看多了吧 大屏都光了分享盘 用的材质也比之前那个好很多了 就是那个档杆比较小 我们再看看后排空间怎么样 这个空间也比之前大了不少啊 2730的一个轴距和收成差不多 这个皮的座椅非常的软 做得很舒服 现在台湾车回来了 我们来今天打算去试驾一下明月婆罗的 但是现在没有试驾车 可能要等几人才有 又等几人去试驾了 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看车的情况吧 明月婆罗的外观真的还是不厚的 挺有设计感的 蛮漂亮的 类似的话就一般 比一般的大动车稍微好看一点 配置也挺高的 基本上的配置都有了 就是价格比较高 我看到那个次领配 尊贵版的 真的没有优惠 多的差不多16万五了 这个价格真的是蛮贵的 大家觉得花16万五百万米 因为婆罗的话 划不划算呢 真不值得呢 欢迎频点留言 好了 这些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